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输出他们的伤 当然这个输入两个数 因为是由用户自由的输入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个例外处理 来处理两种错误 从而给用户给出一个友好的提示信息 让用户重新输入 第一个错误是除数为零的错误 如果输入一个一再输入一个零 那么用户一挥车 那你就要提示用户 你刚才出现了一个除数为零 那么请重新输入 然后第二个错误是输入一个非数值 比如说输入一个1再输入一个abc 那这样的话就也会出错 那么我们要捕捉这个错误 来给用户一个友好的提示信息 这是第一道题 第二道题是编写一个推导式 这个推导式可以生成一个100以内的 所有的勾股数的一个列表 那么当然我们这个列表当中的每一个元素 都是一个三元的元组 三个数字 RIJK这三个数字 比如说345这三个数字 这显然就属于这个列表 因为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 那么这就称作一勾股数 那么我们要求呢 生成这个IJK都小于100的 这么所有的这个勾股数 这么一个列表 那么 如果你用集合的话 真的可以去重复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会涉及到 可能会有两个for 还可以涉及到呢 在后面呢 会用一个if的条件 第三道题呢 是编写一个生成器函数 来生成这个菲波纳器数列 我们知道菲波纳器数列呢 是这样的一个数列 就是它的一个数列 是由前两项之合 生成第三项 所以呢 从这个数列从1开始 1 第一个是1 第二个呢也是1 这次两个是人为定义的 然后从第三个开始 那么就是2 1加1等于2 然后呢 接下来再下一个 1加2等于3 然后接下来 再加 再接下来呢 2加3等于5 所以呢 就是1 1 2 3 5 8 13 这个一系列的序列 那么我们呢 这里当然有一个生成器函数的话 df fib 那么冒号后面 当然里面会用到yield 就持续的这么一个计算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用fib 来放到这个迭代循环里头 for fn 印这个fib 然后呢把它fn print出来 然后这个单中的写一个 如果因为它是生成一个无线长的一个序列 多少都可以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迭代循环里边 加一个判断 如果fn大于1000 就是超过1000的话 那么就break 就退传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迭代循环 就可以打印出 小于1000的 这个整个的Fibonacci的数量 当然通过修改 别的大于2000 那么就可以得到 小于2000的整个的Fibonacci数量 然后大家看看用生成器函数 用yield 来怎么样实现这么一个Fibonacci 无穷的Fibonacci数量